Akila,現在市場傳到聯儲局下星期的議式會議 可能考慮向市場注資救市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 我覺得應該有一定的機會 也不小的 因為見到近期不少美國的房屋數據 都很不美,甚至都很疲弱 見到美國現在整個樓市都很疲弱狀況 買家的承接率仍然很低 我想現在整個聯儲局最擔心的事 就是當樓市疲弱之下 究竟會否令到他們的按揭息口上升 我想現在是注資到一些 用按揭的產品包裝的證券 賣債券或國債 這些資料是為了壓低債息和按揭息口 令到整個樓市的潛藏危機 不會因此而爆發 你覺得這個作用大不大? 我認為這個作用暫時是指著一些危機 但對於整個改善經濟狀況都是比較難 因為見到現在整個美國人買樓的意欲不大 加上整個美國人在去港版國安法 即是說大家全部都在說減債 所以老實說你雖然說低息 但人們都不太願意去借錢或消費的情況下 我想實體經濟來說還要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康復 即是治標不治本 不過有人說過如果美國繼續維持低利率的政策 可能會報日本後塵出現通縮 甚至是投資下滑的情況 到底這個消息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出現? 有的絕對有的 其實看回現在美國和日本當時90年時代 其實都和其相似 其實現在兩者都是因為債務問題 因為樓市泡沫爆破 而令他們債務重重 亦都說他們經歷很多年的去槓桿化 或者撇除債務 所以我會估計 美國絕對是有機會走進日本後塵 不過只不過它維持低息 或者是不停地注資下去 有一點真是無可樂地這樣做 即是說迫於無奈也要先做主 如果說美股的後市 會不會要留意星期五 就會公佈非農業職位的就業數據 我覺得絕對是 因為現在市場都在留意 美國經濟復甦夠不夠力量 那個實不實正 就看兩件事 一個就是樓市 樓市已經不是那麼好 第二個就是看就業市場 始終對美國有七成的GDP的增長 都是來自消費的 可以明顯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就業市場好不好 絕對影響了後市的人怎麼看 我記得投資者 除了留意星期五的非農職職位 也要留意今晚的ADP私人職職位的增長 因為其實看現在的企業 是否願意投資 願意請人 這都很重要 即是不能只靠政府的開支支持 即是未來美股可能都是繼續看淡 我個人來說 覺得美股可能的上升動力 未必會有 亞太區的股市可能拍得這麼可真 好 不如我們先看看內地股市 因為昨天內地股市的跌 主要是炒銀行可能上條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不過見到今天內地股市都升上去 其實是否這個消息消化了 我想都會消化得七七八八 其實老實說 我會相信上條存款準備金的機會是有的 尤其是我們可以見到整個政策 就是肯定今年的流動性會比上年有所收縮 尤其是可能肯定沒有去年的超級寬鬆狀況 那麼誇張 但是上期存款準備金 我覺得影響未必很大 其實現在看到整個市場的流動性都非常充足 即是說內地股市還有上網空間 是的 加上現在整個都很水浸的情況之下 你的股市來說其實上網都還可以繼續看好 因為其實見到之前那些幾大銀行集資 都很輕鬆集資 看到近期內地又說在炒蒜頭 炒白銀 其實錢是真的很多的 大家有錢就可以炒其他 對 我想到今年真的加息機會不大之下 加上傳統追美金只是一個很輕的打擊 我相信市場其實消負得差不多 剛才也說過 大家有錢就可以炒其他東西 其實在這樣的市況之下 不如你都給建議投資者 如果真的有錢的話 但見到可能美國股市不是那麼明朗 港股現在波動著 然後內地股市前景都可能是不錯的 在這個市況之下 有些什麼投資策略 或者投資部署可以買些什麼 我建議 譬如我們看好A股 可能等它的市場短期出現回套之後 可能就會買一些內地A股的ETF 或者是一些本港和內地有相關業務的 前陣內地A股的ETF都升得很厲害 是的 我建議不如等一個熱潮稍為那個 才再買 因為現在不少ETF的日價都說成一成以上 都是真的頗貴的 如果外匯方面有沒有選擇呢 外匯方面我覺得暫時來說 因為美元會不停下跌 令到近期很多高風險的貨幣 例如商品貨幣都升得很厲害 但近期來說暫時不要太心急 先收手 因為美元下跌了這麼多之後 其實近期來說好像在促進一個反彈勢頭 技術上 我想暫時先被其風 暫時不要太盡量買一些商品貨幣 高息貨幣先 不如等這一浪稍微的回討之後 再買入一些商品貨幣會比較安全 剛才提過股票有沒有自由的 沒有的 好 謝謝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想重溫節目內容 可以留意以下的網址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